任正非,只有高薪酬才有高绩效,打造狼性团队,用这三套激励模式文作者侯老师引言,6月17日,俄罗斯世界杯,德国队VS墨西哥,1比0输掉了比赛,爆出本届世界杯第一大冷门,未免冠军颜面扫地,德国队全程比赛看下来,毫无斗志,更没有团队精神,德国战车熄火了,德国1比0墨西哥。 我们反观企业的项目团队,或者销售团队,也经常遇到牙迫现象,指定的业绩目标迟迟达不到,老板苦口婆心的劝导也无用,石玉柱曾感叹,只要是伟大的公司,没有不舍狼文化的,兔子我文化肯定要失败,尤其搞互联网,竞争这么激烈,如果不是狼文化,肯定是死路一条,我相信在民公司中,同样渴望能够打造战狼团队, 公无不克,战无不胜的铁军,什么是团队?团队是由一群角色明确且互相依赖的人员组成,他们为产生某些结果产品,服务或决定而共同担责,以体育比赛为例。 足球或体操都是团体项目,但是足球更具团队特色,因为这一比赛要求所有球员通力协作,齐心配合,共同完成投篮得分的团队目标。 年轻人为什么喜欢一直追看速度与激情?速度与激情不只是够酷,还因为那是一个不完美但又温度的团队,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各自的缺点,但又少了哪个都不行,他们合在一起,就能战胜困难和挑战。 完成任务,既能发挥出自深的价值,又可以收获巨大的回报,因此,有哪个年轻人不想加入这样一个彼此信任,互为依靠的团队,人毕竟是社会动物,需要心理满足,人和人之间良好的关系,可以带来幸福感,工作是为了得到结果,但什么样的开始和中间的过程,决定了什么样的结果,怎么样把员工激励起来。 自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问世以来,两大领域一直是管理的永恒话题,其一是如何提升工作效率,其二是如何把员工激励起来,今天我们先谈谈怎样激励员工的问题,最常见的错误就是过犹不及,管理要么偏向KPI的功力化,要么偏向为所谓的人性化管理,只追求KPI设计和管理目标,把重心放在管理制度规范上, 可得到一时的效果,但必然带不来持续的增长,为什么,KPI以扣拔为导向,已不得人心,因为KPI设计的角度是从老板的利益最大化出发的,本质上是和联工买卖劳动力,做生意的关系,既然如此, 员工只做制度规定好的工作就是了,双方的基础是互相利用,是冷冰冰的交易,而不是团队的彼此奉献,这样公司自然就是老板一个人或利益捆绑的几个人在拼命, 员工没有任何归属感,认同感和成就感,因陪传都是老板自己的,按照社会法则,团队力量无穷,个人力量再强也有限,这当然无以为继,任正非2016年在华为校招上说的一句, 话,钱给多了,不是人才也变人才,任正非点评,既然有能力在,在足够钱的激励下,员工们做事情当然会更有积极性,更负责,钱,当然是非常好的人才激励措施,就算原本不是人才,但在钱的激励下,也很容易成为对公司有价值的人, 但这个钱怎么给,却应该讲究方式方法的,留住员工,暂且抛开创始人魅力的主观条件,我们谈一下留住人才的客观条件,没有好的薪酬,去哪里留人,留不住人的,怎样设计出富有激励性的薪酬机制, 一,变传统固定薪酬模式,为薪酬全绩效模式,不要给员工薪酬设置天花板,让应该给予发挥的空间,让他的收入取决于工作结果,很多企业,不管是升职,还是体级别,归根到底,都是给员工加薪的噱头, 比如,KSF是一种能体现管理者和企业共赢的模式,它一般会给管理者,开拓6到8个绩效激励渠道,并在每一个渠道上找到平衡点,超出平衡点及做出分配细节, 这个模式分配的不是企业既有的利润,而是一种超价值的分配,要求管理者拿出好的结果,效果与企业进行价值交易, 企业赢得的是高绩效,管理者员工赢得的是高收入,KSF的供营模式KSF薪酬设计步骤,第一步,岗位价值分析,选定岗位,这个岗位对企业经营有哪些价值,第二步,全取6到8个指标可量化的,具体的,可实现的指标,切记,全取主观性的东西,第三步,设立权重,定义每个指标设定权重,经营性指标, 比如利润额,销售额等指标可以提高权重,第四步,分析历史数据过去一年不同指标的数据如何,有哪些是企业需要改善的,第五步,选定平衡点设计重点,传统薪酬方案只需调整为这个点,第六步,测算,套算测试新模式下的薪酬,是否有提升,工资费用率是否下滑, 销售经理的薪酬激励方案KSF设计,积分式管理设计,都来自这本书,购买私信侯老师,二年度激励,让员工变成合伙人,合伙人,是一种让员工寄出钱更要出力, 却不改变公司股权结构,一起经营公司,分享公司利润成果的模式,在某种程度来说,理事合伙人是一协议作为约束的对赌模式,虽然员工不持有实股权,但是却拥有分红权,在某种程度上,激发了员工的斗志, 让其以老板的角度去思考,去经营企业,合伙人模式员工出钱了,才会把心投进去,出力了才会创造企业想要的结果,企业越成功,合伙人回报也越大,这样形成良性循环,为了自己的利益,合伙人一定会努力工作,否则,不管你付多高的薪水,都很难留住杰出的员工, 总有人愿意出更高的架码来挖人,所以必须给经理人戴上金手铐,当然不是强制他们戴,而是他们自觉自愿地戴,争先恐后地戴,让员工看到希望,不,是给他画大饼, 三,及时激励,文化塑造,积分式管理积分式,是薪酬绩效激励的延伸和补充,能以极低的成本,激励员工,让员工不仅明确工作的方向, 还会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,不再费钱斤斤计较,举个例子,当员工迟到了,不扣钱,扣分,做了好人好事,不讲钱,讲券,积分式不分公司大小, 一落笔一见效,积分的核心价值,用分质量化员工的变现,清晰记录与展现员工的贡献不直接讲钱, 却比钱更有意义,比传统评分方式,更客观具体员工普遍认同,不反感,容易落地将欣赏,快乐,激励,福利融为一体,创造属于联工的快乐文化,让员工关系更加融洽, 总结,老板的最大两个工作,搭配有效的薪酬绩效激励机制和选队人,当你应用了富有激励性的薪酬绩效制度后,再差的人也会成为人才,搭建好机制,才能更好的激励团队,打造狼性企业,你对此有什么看法,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评论,对薪酬绩效设计,合伙人设计有疑问,私信侯老师,答疑解惑, 打造狂状